谁能想到扎马步才是最强断体数 促速苦练20年腿弓从来没做过板凳 腿把大成之后一脚踢爆杀生时 能够承袭促速称号的男人无意不是狠角色 可惜的是他一出道就遇到了永次郎 号称地表最强生物的套官 促速被人家一脚踹上天花板后 一秒都不敢多呆迅速逃出了德川府 直到德川要请促速吃饭他才重新回来 这就是全岛国最正宗的满汉全喜 而促速最爱吃的还是这口松花蛋 再配上一口纯正的哈皮 他只管往嘴里塞 不多时连盘底都吃空了 最后的压轴菜是一碗香喷喷的热干面 就着绍兴黄酒蹲蹲蹲往下咽 酒吃肉淋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足不出户吃遍整个滑下 这就是德川老爷子的超能力 如果有可能促速甚至不介意再多个干爹 运动员吃饭很少有这么大食量的 促速身为力士又跟其他人有所不同 他最崇拜的古代力士是个大胃王 一个人喝完两桶老酒 最后还能一路徒步走回家 这种豪迈的作风他非常喜欢 吃饭就是为了获得力量 最终让自己变得更强 力士和运动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酒过三巡之后德川问起 促速逃跑的原因 怎料他竟然厚着脸皮硬说自己没有逃跑 可是天花板上的大洞怎么会说谎 促速临阵脱逃的事实根本辩解不了 当麻家族的列祖列宗应该都在替促速感到羞耻 事到如今促速只能拿出重振架势来说话 当麻家不以重振架势为耻 恰恰相反这种暂停休闲还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再次出击赢得胜利 自从当年促迷和促速那一战之后 两千年来促速家族未尝有过败机 其中靠的就是重振架势 古代相扑没有任何限制 哪怕是眼珠子和淡淡碎了也不允许战败 并且力士绝不会用偷袭使诈的肮脏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重振架势又有什么错呢 促速的诡辩简直要把德川绕晕了 能把逃跑说得这么理所应当 当麻家族不愧是存在了上千年的古族 与此同时一位壮汉来到饭店门口 瞧着见状的龚二头鸡和大胸鸡 一眼就能看出是那位武神前来造谎 几天不见独步变得更加粗壮 光是站在路边就吸引了无数行人的目光 看到独步的第一眼促速响到了锋利的砍刀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他一定是德川请来的武道家 下一秒促速弯腰90度向德川鞠躬致谢 感谢老爷子帮我找到这么强大的对手 事实上独步的强大远不是一把砍刀那么简单 这把刀不仅能踢开粗壮的木柴 还能剃掉柔软的绒毛 所以独步是一把独一无二的利人 能和这种势均力敌的对手交锋 促速想想就感到兴奋 他回到德川家的院子里开始锻炼 360度全方位踢机仅仅是热身运动 多年不曾使用过的黑虎掏心也拿来重新温习 可见促速对独步是何等的重视 如果练到口可要喝水怎么办 答案是大脚开出直接踢开瓶盖 随着脚尖小范围的急速摩擦 平身纹丝不动瓶盖已经螺旋式飞出 看似是不起眼的杂耍技术 其中蕴含着促速20年的极致脚力 自打他承袭促速之名以来 他就再也没有坐过椅子了 吃饭室表面上像是在坐着 实际上屁股距离板凳还有一寸之差 无论何时何地促速都能坐在一把看不见的椅子上 双腿在锻炼中运用的游刃勇 不知不觉中他们也成为了致命的砍刀 正当促速对着德川装逼之时 独步也开始在道馆里整活了 一块上百斤重的尖兵拉到练功房内 他先是扶着兵面温柔的抚摸一阵子 随后趁其不注意反手就是一场 轰的一声巨响之后尖兵硬生暴力 克思心想老爹你是真爱装啊 第二天地下竞技场迎来了最热闹的时刻 这是一场古代相扑与空手道的跨时代之战 究竟哪一项技术才是最强的肉搏战技呢 此时两大强者还在后场区里预热 随着年龄的增长独步仍旧神采易 无论是匹刹还是道立全都不在话下 年龄对独步来说已经不是限制 这反而增加了他的厚重感和锐力 另一边的促速还在坚持用四股训练活络经脉 今天这一战让他期待已久 纵观古今徒手武术的发展历程 其中和促速流最为接近的体数就是空手道 而独步又是传说中最顶尖的空手道家 据说他的拳脚能够直接斩杀猛虎 正是德川给了他这次千古难得的机会 对此促速也是感激不尽 随后两大顶尖强者缓缓入场 促速家族2000年不败的神话能否被独步打破呢